就塞纳这个英雄的话 因为我是选择不补刀的打法嘛 然后可能就是 但是就是这个英雄中期特别厉害 然后后期可能没办法吃到很多的兵 然后后期没什么经济 后期比较弱 所以这个英雄要中期滚起优势 我觉得套博配合可能还是要 跟人家就弄精进一点吧 就可能弄小小气就要配合得好一点吧 下场对人提提 就我们每条路都对线打好一点吧 就弄中期运营不失误 应该就能拿下 把人马送完单位了之后 格温放出来选择一选格温 我觉得挺好 格温在最近所有LPL比赛里面 我觉得表现都还不错 小天直接出盲森了 这也是自己的招牌了 毕竟 来了 JKNUP的赛纳 来了 主要JKNUP的赛纳也是招牌 对吧 S10的时候当时打DFT 对吧 两边直接赛纳他母去点那个 德莱文垂石 他把伤害很高 直接把德莱文点爆了 如果一直压人的话其实挺耗然的 没有发条那么全能 对 发条还能配合打野了 然后加点 对 主要是六级那波发条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是 我是说六级那个大 没成六级 竟然对线就甩掉了 是对线轻线用 二级 还有一个甲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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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级打一套 哇 感觉六宝这个对线太吵了 主要是一级的时候不应该被换这么多血啊 主要是六宝一级是一个绕后的一个桶 是的然后被杰斯卡了一个身位打一个AQ又变成一个垂形带一个Q 但是队友来帮了 这波上去很抖 闪现给W命中了之后后面直接摸眼跟Q 上路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啊 而且杰斯没有蓝了 但是杰斯有闪呀 这波队友盲生会帮 最多打个闪甚至都不敢交 等一下 来这波勾到戴娜直接开治疗 这治疗要早一点开 也给点燃 点燃 打不伤害 开始A 哦呦QA 这边也是一番比A 开始请求互动 这边一勾 怎么要摆定卡的呀 而且没有治疗 交闪往后走 这波阿水被预判到了走位 南风一勾立功 马尔克这边被一个子刀黏到 交了闪之后 可能还会被黏吗 主要是随时还有一个闪现 哦呦 这波小天带着Nite直接来了呀 但中也直接往下靠 但两个人都是有闪现的 都有闪 但是灯笼用过了 这波先交一个闪 后续的话 这边Nite直接大踏步过来 一摆在所有进步出手 后面南风再帮忙挡技能 再给一把平A 小天应该笑死了 南风交出闪现 下路这波四包二并换了一个 其实对于TP来说能接受啊 是能接受 不过人头是垂实的 而且等会会进入一波白刀 那波白刀 哎呦 哎呦 有点怪 这个距离的把握 呃 想Q啊拉回来 哎呦 这个发条玩了很久了呀 哎 他想Q啊 Q没Q出去 在技能范围之外应该是 摆了个乌龙 但是这样的话两边打野都来到了下路 这应该是一波3v3的节奏 登陆接过来 直接给那个W扣了两个 一个Q 来Q到的是塔姆 塔姆很肉 是的 勾塔姆的话 这两边应该是要拉开了吧 这波 但这波是一个红白刀 应该不会打到手 但这波阿水 而且先靠 哎但是露脸了 呃 这波威吾尔 来看这个勾 直线勾 打没有闪 威吾尔打走 但是反手被勾到 那这波威吾尔倒地 这边 淘宝一直在扣啊 遇上打个3v3吗 但中路这边的话 反而我这边两边打野先打一套 后上拉扯掉对方半条血 然后两边的中路也开始住队四杀 转得晚一点 哎呦 这边 哦呦 R闪回来 但是Q技能没中 这一波的话 但Night跟过来 是钻进里面的心悦部位 在反手跟过来的一个Q技能 Q啊 这位移 也位移回来 哇 下路直接开 开大了 两段大给完 然后现在想给三段大 拉出了一个下位猛冲 一技能 打了一下 应该要单杀了 哦呦 Niu保 这波有机会完成单杀 漂亮 这边反跑的话 被堆了几下 呃 哎 闪现掌板 但是这边 这个拉伯的闪也交得很快 打出两个闪线 嗯 马哥的右边 上野两兄弟都零高二了 摸 哎呦 R闪 可惜Q 到人就回去了 到底也依不到他 是的 但小天真的 想法很好 不吗 这波小天自己的伤害够不够 这波有治疗的 摸眼给亦 给一个暗影疗元 但是 一丝 被治疗加上盾 现在没有那么好的 还是得等神话 哎 就直接开车过来了 这分 六宝是没有急跑的 感觉有点难跑啊 白手 这边看能不能吸起来吧 那三段大交完了之后 奈特一个一技能完成收尾 一勾 勾到给登龙 接了一个优卡上去 没有闪现的 应该是要卖掉了 马哥 后续表地也没开 那这样下路的话 哎呦 Shift这个位置 是小天紧随其后 一个QG的命中 在那的W 命中了 但是天音波的时间结束了 给了一个禁锢 给勇双 但是闪现拉开 还想再下路塔 后面有踢 哎呦卡一个踢 踢到了后面那个眼位 那这边的南风的血量已经很差了 呦卡那个位置要找谁 但是去找的是一个盲生啊 我盲生这边可许回了一口 雕博队友 狗产列斯命中 给了一个闪现 这边感觉 直接放 但下台又被杰斯给吃掉 这一来一回 好亏 我觉得 杰斯有点起飞啊 现在是 TT感觉越打 这个经济反倒 越被淘宝给拉大了 真的要爆了 应该一丝血 哎呦 连破两塔没人守的 这个转现 刚才牛宝 为什么要去上路啊 他居然 到高地那边又回来了 这一来一回 浪费了很多时间 他折返跑了两次 这边想守这个红 但是 小天旁边有跑完啊 哇 上来 呦 闪现 直接招两闪 Chifton这边一个信用户 扫开了 维吾尔点了个灯笼 溜掉 但是牛宝这边怎么办 牛宝的四旅台流 好像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边有个急跑在 维吾尔也没打出了一个闪现 四旅台流刷新好了 但是好像也留不住人 牛宝的大高已经用完了 红Buff最终由小天收下 白手一勾 勾到了塔姆 塔姆皮操肉后 Puff先跌一波轮子先 小天这个位置 Q技能没有命中 摸队友下去 这边 淘伯应该要撤退了 主要是没有什么龙的资源了 杰斯已经摸切了 发尾偷偷了一个大 打不 直接吃下来 但是这边伤害差一点 维吾尔没死 而且还有一个大块 躲移保了一下赛纳 哇 这波对于TD来说很可惜 Q卡一封好大 但旁边小天还粘到了6宝 四旅三流躲开了Q技能 但终一塔再次让了出来 大招 小天在旁边堵路 Q技能命中 这边又四旅三流格挡一下技能 但是一打不是后手放的 反正想换小天 但是不好换呀 这边还有可雪 还可了一口 小天最后Q1Q2收下人头 所以只有TP的 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时候TP下来 哇 这一炮 直接把泡芙打到了半血 主要左边这个刀也不好 打龙太慢了 对 而且 还想对这个大龙动手嘛 然后插了个针眼 主要泡芙这刀也不好动呀 硬动啊 这个动这个大龙 真的有点上头 他隐厌没合 对 勾的是一个塔姆 塔姆有一个闪现 有点往后拉 交闪 W 这边像B Trifton的一个大招 登龙接走 开黄罐 有个金破在 反手还想打吗 等 U打过来 他先打的是一个瑞兹 一个啊 但是只打了Night 一点血量 Night甚至还可以再 坐一个大车走 想干个 哎 小天这个位置 直接遇到一个芒生 有也 摩檐走 给Q 但他都会定住了 而且这段时间 涛博 可以放心的去poke 攻击电磁命中 但是后面有个塔姆在 也没什么办法 这边有一个赛纳 也不怕你耗 但TD这一波 把中线抢到 哎呦 又一炮 打到了中辅两人 开始追了吗 而且 然后龙魂也出来了 这直接放掉中塔 直接吃龙魂去 但是 现在反应过来 是有机会拼成的 但是这是红白刀 红白刀 没转绿白 其实打的 有机会去抢 看小天了 下 但是这一波 蓝色帮拿下大龙 但是反而这边一炮 把U打残 正面过来 现在给了一个白刀 大招一身的飞轮 Night绕后了 Night过来 一个人如三个 这边先鲁死一个垂石 再鲁死一个 不留思 再找U卡 Night无人之机 三杀到手 这边 Jackie Love拿掉了Chipton的人头 这波叫 硬一波的话 TD也有角度 可以反击 硬一波就是要在家里 再打一波 是 所以淘博选择了 拆两路回家 你管不了这个瑞兹 这波塔姆其实挺关键的 就直接过来 一个闪现出 超二十的血 直接把塞纳吃回来了 是的 塞纳也是交闪回到了塔姆 的怀抱 然后这时候 Night进场 哎呀 哎不动 就是红白刀转了一轮 把Night身上 这个末日寒冬的盾打掉了 但确实你破了两路 三路运营 也没有什么问题 哎 一个狂 狂到Chipton Chipton 死血了 只有 一百出头 这边看一下摸眼 踢 踢回来了一个U卡 踢到Night的脸上 小天先死了 在旁边的话 U卡也是在攻击结束之后 终于倒地 而又把这边捡上来 要捡Jekyllab Jekyllab 一个大块 的尾也给吞下 旁边一个蓝刀的大刀 在旁边 勾到了这边的Night 但Night 完全打不动他 天呐 这个Night 跟个魔王一样 后面的话 威威尔尔上来 一炮一锤 拿下Double Kill TT真没办法呀 这边还要直接群 这边带小兵进来 想要把这边的南风 接下在泉水里 直接玩嗨了 再扛了两下 全水的攻击 没有死 10-03 那我们恭喜涛博 是以2-0的比分 打下TT 也是终结了 自己的三连败 恭喜涛博 恭喜涛博 这个BO3 确实打得很好啊 确实打得挺好的 在赛后数据方面 威威尔尔的这一把 炮得很转啊 尽管在前期 0-2的一个开局 但是中期的 换资源的过程中 让自己发育成型 打出了全场最高的 威威尔尔的今天 两把对线 一出门就打得很好 来看一下 这把的MVP 不出意外 应该是给到了Night 相当出色的 一局瑞兹的发挥 而且如果说 没记错的话 这是Night本赛季的 第一个MVP 第一个MVP 是的 10-0-3 打出了92.9的参团率 相当相当 漂亮的一个数据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 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 小宇 恭喜涛博 一下了今天的比赛 现在来到我们 赛后采访的是 微博选手 先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涛博的 上单 微博选手 欢迎微博选手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不是心里面 也稍微的 输了一口气呢 是吧 也是感觉到 输了一口气的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段时间 可能队伍的成绩 不算特别的好嘛 应该也是遇到了 一些困境的 那在这场比赛之前 做出了哪样的调整呢 就在沟通上面 还有运营上面 做了改变吧 就更加的 更加的好 更加好一些了 那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 还算满意吗 不太满意 因为第二把 有点打得不太好 还是比较谦虚的 一名小选手的 其实我觉得 今天第一把的蛮王 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基本上在赛场当中 三进三出 还不会死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觉得 现在蛮王在 赛场上的一个表现 怎么样呢 我觉得蛮王是一个 特别厉害的英雄 那作为一个 比较厉害的蛮王的玩家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蛮王玩家 有什么技巧吗 因为我看 蛮蛮王的人 好像都特别的勇敢 好的蛮王玩家 就运气特别的好 所以说就是 要刀刀暴击的时候 这样才比较开心 那第二局的时候 虽然前期有一些 就是人头方面的劣势 但是你们的经济 是一直咬得 非常非常死的一个情况 甚至还有一些领先 你们在运营层面 是怎么去运营的呢 我们就正常运营吧 感觉是他们失误 他们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在换线的时候 那最后一波 奠定胜取的一波团战 对面其实想打一个 灯下黑去偷掉 大龙的一个情况嘛 但是你们好像是意识到了 然后去打了一波 全胜的团战 那一波是怎么去沟通的呢 那一波我们就提前知道 他们的到了 但是我们只要 把他们杀的话 就可以一波 当时打团战 应该也是一个 比较领先的情况 那威望选手 也是一名初登 我们LPL赛场的小选手呢 可能大家对你 还没有特别特别的了解 你觉得自己 是一名怎样的选手呢 我觉得我自己是 一个比较全能的上单 比较全能的上单 可以拿坦克型的 也可以拿输出型的 那如果要你选出 三个最自信的英雄 你会选什么 卡米尔武器格文网 还是这种战士型的英雄 是自己会比较喜欢一些的 好 也再次恭喜 涛哥一下 今天比赛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 精彩的Sportlines 我可以搭进去 可以可以 可以 冲 可以 冲 可以 冲 杀谁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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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杀 杀杀 我带我带 等于是AOE 小AOE 慢点慢点 可以可以 我装过去 装过去 2秒1 来 警察 警察 重 重 重 上车 别怕 我在我在 我在找车 重来 重来 好人呢 699 兄弟 走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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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边 我们毕了准备大冷吧 应该猜不了 再打再打回 我好像是听到11了 听到11了 再打再打4000 我直接跳来打架 来来来 这波杀人啊 这波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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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来打 被勾 先杰克 先杰克 错错错 可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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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我赢了 慢点慢点慢点 慢一点 慢点 可以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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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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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死 一波了 一波了 好